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主题 四正情势如意足不舍精进菩萨行 系列课程主题 维魔结晶生命实践 对话AI人工智慧二 余生着感悟如下 第一 正确做事 做伟大事 开场视频 奋斗攻顶 马克思秘籍之二 精彩呈现马士成功的核心关键有三 一 做正确事 贴近意识 时代正在聚变 互联网时代再也不是以大数据串联 只做管理工作 进而打造天亮的营业额 这是一个意识思维的时代 人人应该尽快认知意识思维 Consciousness Thinking的重要性 马士说 我开发脑机接口的产业 意指我已经警觉到贴近意识的重要性 二 确定做伟大的事 利益人类福祉 马士非常确定自己目前的两大产业 就是利益人类福祉的伟大事业如下 一 特斯拉汽车正在加速生产 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sustainable的能源生产与消费 第二 SpaceX太空运输公司 正在成就各行星的生命体 A Multiple Planetary Life 确保生命在各星球得到生存的能力 三 面对风险 勇于承担大胆做事 要学习为人类成就更美好的明天 而散尽责任 想要圆满上述三大愿景 马士推崇创业第一性原理 摆脱对比推理的逻辑思维 但美中不足的是 他对第一性原理的认知 仍然停留在现象界 并未证悟终极真理 因此 马士承认 即便拥有庞大的私人资产 他仍然不时感受到危机的惊恐 第二 民师民师终横开合 纵观马克思的成长史 以及成功秘籍 确实与圣玄师父有诸多值的会通之处 但却又有终极本质上的差异 此对比如下 一 民师民师的差异 圣玄师父便必入理 抵匡正坊间试听 民师非民师 民师是位智慧亲民之师 其所重则亲民智慧之彰显 意志要时时立即在终极本质 俯视现象界的风情万种 又能不被风花雪月 逐迷惑所困 唯有如此 才有能力彰显 永远与苦难众生 站在同一阵线的悲心 所以民师应该具备坚实的理论系统 自己行之有年 证实有效的实践方法 以及交叉学科论证的能力 方能为大众撑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开一扇 永不打烊的门 无时无地的都能彰显 旧把众生诸苦的无限能力 至于坊间所谓的民师 则是以权贵民力学历背景 富可敌国等条件判准 因此马士基身民师之列 错错有余 第二 意识挂帅 综横开合 马士与圣玄师傅 在人生历程上表现最大的差异 在于对意识认知的深浅程度不同 人生危机可以被视为苦痛的试炼垂挡 反之带来转机的心悦与疼达 所以维基的惊恐也应该被视同璀璨与瑞智 不是吗 其实维基与转机来自同一个本源 应该等同视之 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认知 人人贬具根本质的特色 佛教为之 亦如平等性 例如生死亦如 动静亦如 染静亦如等 然而我仍因为累事业障缠身 因此习惯择其一端而止取之 殊不知 二元对立就是宇宙万象的基本特征 任何一端都是烦恼端 都不值得停住 我认为有升华思维 2016年3月15日 阿尔法狗战胜世界第一围棋高手 韩国的李士拓 为世人带来震撼与恐惧 震撼者 人类创作的AI机器人 竟然打败主人 这也叫人类忧心忡忡于日后该如何驾驭AI机器人呀 来到2018年 阿尔法基罗全力发展直觉思维 婉转国际象棋 当代机器人着手善用直觉思维 为人类带来警讯 人类当前唯一存活的空间 就是摆脱单一领域的二元对比 加速进入交叉学科运用的跨界融合 这也是真知灼见的圣玄师傅 常年专注于交叉学科对话与教学的主因 AI机器人的发展史 正是直觉思维发展进程的展现 人类想要运筹帷幄 决胜当下唯有以一时挂帅 更关键者应该以直觉思维迎头赶上 以下共享名人名言如下 安斯坦名言 我相信直觉和灵感 直觉是我们的神圣天赋 推理则是我们的忠实仆人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把荣耀给了仆人 而忘记了神圣的天赋 恩斯坦由科学领域直接载明 直觉思维 intuitive thought的重要性 再一次证明直觉思维的深度 方能超越英国束缚 它就是拨着根本质的敲门砖 第四 意识思维 时代产物 意识思维 consciousness and thinking 这是时代的产物 意识 人类个体 对自身内部和外部的存在 具有感知和认识 意识 是我人生活中最熟悉 却又是最神秘的领域 因此 意识被广泛认同的概念 是以直觉探索它的存在 当代由于人类困境的逼迫 企图迈向内在觉醒 必亦探索 自我意识 大脑的心理状态 心理事件以及心理过程 马氏与圣宣师傅最大的差异 当属 因为对第一性原理 终极真理认识深浅程度之不同 导致由直觉带动的内在觉醒能力 互益 中而观之 圣宣师傅一无所有 不仅展现样样都有 而且彰显身心灵和谐发展 无忧无惧 反观Mask则坐拥千亿美元的资产 却经常展现危机惊恐 显而易见 圣宣师傅是教导世人 无忧无惧 藉由直觉法 升华意识思维 能量不断跋升 不再陷入负能量 终致生生世世原正菩提 因此圣宣师傅是影响深远的民师 反观Mask则是因为现象界的光环 容易吸引数以千亿万的追逐者 因此Mask是民师 然而根据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富比是Forbes的统计 富豪几乎是年年益主 因为现象界是随顺当事人的造作而瞬息万变的 可见民师的影响是短暂的 这是值得注意的时代觉醒课题 无庸置疑圣宣师傅与马斯克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允筹帷幄 决胜当下于帮助教化不同因缘与根系的相应众生 走入当代一时思维的觉醒 因此同为人类的时灯引路人 圣宣结论 参透为何 迎接如何 恭喜杰宇宣新秀慧之春宴第二次上榜的殊荣 投稿人于2022年4月7日参与杰宇宣的训练体系 表现最突出的展光点 使思维能力的升华带动内在强大的觉醒 因此极少违规 而且大幅有效地改善人生的困境 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 他说 参透为为何 方能迎接如何 Who he had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how 今日我仍回顾历史的发展 不难了知 过去人类的惨败 正应验西方明年的教导 教训会不断地重演 直到我仍学乖为止 Lessence is repeated Until you learned 让我们家宿以直觉思维贴近意识 帮助人类觉醒 由内胜出 To win from within 方能真正必义人类福祉 最后圣选 公祝国泰民安 战役圆满 并爽和福千祥云基 万福并争 期待再相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